来 来了 客官 您的面 吃完我们去找郝家童 我说 要找到郝家童啊 就必须先找到那些打耍印人 想起来我就生气 当天在夜回楼 郝家童居然不认我们 我担心的是那些西域人 他们到处流浪卖艺 会不会已经离开这儿了 不会的 按照苏芳所说 西域人将墨盒丢给苏芳 随后又在周家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他们此行一定别有目的 所以 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是不会走人的 咱们现在唯一要弄懂的是 这些西域人的落脚地点在哪里 还有那个奇怪的符号 你们就在这儿干坐着讨论吧 我自己去找 苏芳 永远都是行动派 老板 给我来碗面 快吃面吧 来嘞 这傅家刚死了女婿 你怎么有空在这儿 我家小姐这会儿啊 可在石鸣罐上香呢 是傅家的丫鬟 这叫劫后余生啊 这不是接近傅爷爷的好机会 周不三再晚死一个时 你知道石鸣罐在哪儿 这家小姐就要说活寡喽 可不是吗 老板 这钱放这儿了啊 不用找了 好嘞 下次再来啊 好嘞 你等一会儿我啊 慢一点 快点 快点 你这整天迷你库布的 当然累了 前面就是石鸣罐了 停 怎么了 这上山下山 好像只有这一条路 好像是吧 你干嘛呢 欧琪 我要让傅燕燕来找我们 这是你和傅小姐的暗号啊 这是她和她男朋友的暗号啊 哦 那既然是暗号 那我们就别走了 走不动了 揽死你了 快 哎呦 欧琪 你快点 快点 快 快 快 走 快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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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们必须帮我查案 查案 那不是五鹏的事吗 我不相信他 我相信你 我不想让我的爹娘 背着山人犯的名声 那真是时来运转 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我觉得这事不对劲 管他呢 查案只是借口 我们吃好睡好就行了 我说欧琪 你能不能别拽了 我头都晕了 好家头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 要不这样 明天咱们继续分头行事 去打听那些杂耍艺人的下落 我就不相信这些杂耍艺人 他能看我凭空消失了不成 老板娘 请问你又没有见过我一伙杂耍艺人 见过 不就是周家娶琴那天来诸兴的吗 对对 他们在哪儿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他们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好吧 谢谢啊 姑娘 喝碗茶吧 不喝了 谢谢 姑娘 你是要找西域那伙人吧 对啊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是啊 昨天啊 我看见一伙 穿着稀奇古怪的西域人 赶着车 去城外后山了 后山 你去后山找找看吧 好 谢谢啊 您这把剑是要卖的 是是是 对 你看 买一把吧 这剑很好打 这可是把好剑 卖鱼啊 卖鱼 新新的活鱼啊 这刚打开来的草鱼盒新鲜了 我算迷迷点啊 一会儿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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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的 你拿好位上 上 来 上 上 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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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 那就买这条吧 谢谢 好嘞 张悟哥哥 干嘛呢 哦 我买鱼呢 买了什么鱼啊 你是出来找朋友的吗 是啊 瞎转了一天 什么头绪都没有 对了 张悟哥哥 你知不知道周不三出事的那天 叶辉楼的那班杂耍艺人 是什么来历啊 这个 我也不知道 之前也没见过这帮人 上官姑娘 我还有要事要去忙 那我先走了 下次再聊 哎 卖了 看看啦 卖鱼了 新鲜的鱼啊 卖鱼了啊 走 走 走 卖鱼 卖鱼 好久不见的啊 是啊是啊 不见啊 好 没见过美女啊 臭小孩 你摸爷一把 爷摸你一把 原来是个侏儒 咱们走吧 啊 住 好 我可以把你逛了 我自己逛的 我自己逛了 我自己逛了 你逛了 你逛了 我自己逛了 你逛了 我自行逛了 你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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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逛了 姑娘 你干吗呢 我只是想找这家主人聊聊天 请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李济 他不在家吗 李济 怎么 你不认识他 认识认识 他是不是很久没有回过家了 昨天晚上还看见他家亮着灯呢 谢谢啊 李济 李济 这个人又是谁呀 糟了 怎么了 我忘了告诉你们我听过这个名字 我刚过来落在宴会楼的那一天 我听见周步三在隔壁跟一个人在吵架 周步三就叫那个人李济 李济 你看看 穿得这么隆重 真像是矿山当家人啊 大哥 你管他儿当家大当家 而且 还听到了今生沥水 哎呦 哎呦 我的上官大小姐 哎 你怎么不早说呀 哎呀 哎呀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弄疼我了 二位姑娘 请安静些 我家老爷还在休息 哦 对不起啊 你呀 看来今生沥水的确存在 而且很有可能就在李济手里 杂耍艺人也跟这个李济有关 那侯家童又在杂耍班子不肯让我 哎呀 真是越来越复杂了 哎呀 一点也不复杂 很显然应该就是李济因为分赃不均 而对周步三怀恨在心 用他自己最擅长的下毒手段 把他给杀了 那也不对呀 周步三死的时候李济早就走了 那是不是他买通了别人下的手 不会 用软木塞插针的方式杀人 绝对不是一般人干的 他绝对不会交给别人 那是不是他去而复返 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下的手 对了 我去查一查夜会龙那天的宾客名单吧 我看到那一天 有一个记录来宾的花名册 走 奇怪了 根据这签名册来看 李济走了之后就没再回来过 那难道他就不能偷偷地回来吗 那天宾客都经过严格的搜身和登记 不能随意处理 别碰我 你快把袜子脱下来呀 别碰我 别碰我 这么烫的水怎么会没事啊 别碰我 我自己会处理的 别碰我 别碰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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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要不咱们现在去李济家吧 太晚了 明天吧 而且它叫有蛇 有蛇 那咱俩还是明天再去吧 就是这里了 你自己进去吧 我就不进去了 里面有蛇 必试你 怎么没锁门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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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 你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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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停车 车车的 下来 姑娘饶命 姑娘饶命 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个镯子值点钱 你们拿走吧 怎么是你啊 你这去哪儿啊 我去城里看女儿 刚叫了这辆马车 不知如何得罪你们了 对不起大妈 我们认错人了 让您受惊了 对不起 走吧 这 这 这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 追过来 就是为了追着老太太 坏了 刚才袭击我的人 跳窗逃跑了 我以为她上了马车 其实还在家里 快走去哪儿 回李姬家 怎么是你 怎么回事啊 我查到李姬住在此处 就来自查案 没想到让 让毒蛇给咬了 你看 欧琪 我说有蛇吧 解 解药 忍着点 来 这些字迹都一模一样 而且全都是没有署名 心里的内容有危险的意思 不会是有什么人 在向李姬勒索吧 是不是有什么人在幕后指使啊 信息太少了 没办法确定 没办法确定 乌博头 我带你去看大夫吧 来 再坚持一下 来 走 来 醒了醒了 他醒了 看来解药起作用的 你们凭什么带我来副驾 你怎么知道这里是副驾 我姑娘 你的问题有点太多了吧 好心刀虑官废啊 追什么追啊 别理他 五母头 五母头等一下 我们好歹也算救了你一命 作为报答 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五母 并非是执恩不报之人 只是与傅驾的事情 我不愿多谈 你和傅燕燕的关系 我不会八卦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和傅燕燕的关系 我们不予讨论 我只想知道你去李姬家查什么 是西域人 还是金生利水 难道你们也知道了 他们撕开金矿的事 对 都知道了 我的朋友上官 那天在宴回楼 听到李姬和周步三吵架 所以我推测 周步三的死 跟此有很大的关系 傅老爷跟此事有没有关 我自会查清楚 我没有提过傅老爷 你的意思是 傅老爷也参与了开司矿 我提起金生利水 他马上说撕开金矿 金生利水 也许是个大大的金牌 不对 应该是个很大的金佛 黄金铸造的金佛 价值连成啊 后来我说到周步三之死 可能是跟采矿有关 五朋友不打自招 提到了傅中德 上官那天 听到李姬威胁周步三说 要去告发他 这什么意思啊 难道私自开矿也是有罪的 我问过上官 他说根据唐代的律法 这是要株连九族的罪 这么说 李姬 周步三 还有傅老爷 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以周家跟傅家的财产来看 采矿的好处 他们都落召不少 只有李姬吃亏了 所以他要报复 他先回宴回楼杀了人 又从周家偷走了宝物 逻辑上似乎是能讲通 可是我们现在 什么证据都没有 那好 我们再回李姬家看看 走 抬水快 来了 来了 水来了 快救火呀 再去抬 再去抬 水来了 水来了 再来两盆 来了 水来了 水来了 这 这怎么回事 姑娘别进去 明明火太大危险哪 快走 这边再来两盆水 来了来了 苏芳 苏芳你快过来看 这跟周富三华像上的一样吗 好 一样 快点啊 你决定 快打 来了来了 水来了 给你水 快 水来了 水来了 快啊 夫人 时候不早了 我送你走吧 爷爷 你真的不跟娘同去呀 娘 您就放心去吧 朱不散的案子没个了结 我还是留在家里比较好 夫人 您安心休养 这儿的事就交给我吧 那就有劳老爷了 老爷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走吧 嗯 娘 我送您 好 走 走 这不是副驾的马车吗 哎 几位客官 张五在不在啊 哦 她今天告假了 估计她的腿伤还没好吧 她经常告假吗 嗯 算了算 十年了 她从来没有告过假 一次都没有 她既没得过大病 也没受过这么伤 告什么假呀 真是全勤好员工啊 欧琪 她会不会遇到麻烦了 上官 你别担心了 她能出什么事 上官 你是上官 嗯 张五有封信让我交给你 给 上官姑娘 我有一事 犹豫再三 还是决定告诉你 周不三遇害当日 我曾见到一个人 将一个古怪的东西 按在了周不三的脊背 当时并不知道 他在行凶杀人 而是事后才想明白 我自有家贫 信劳做工勉强胡口 早有成家之心 却因一贫如喜 难以如愿 所以起了私心 想敲诈凶犯一笔 不想那凶犯有所察觉 他势力甚大 我身家姓名昭不报信 如今只有投案自首 或许能保全姓名 今日为时 凶犯承传 与我相约堕头 当面相谈此事 但求我能 能与欧姑娘一同前来 为我做个见证 并请约长五不快 欧琪 你 看来张五是有所行动了 那怎么办啊 该咱们出卯了 依你们所言 张五便是见证凶手杀人 过程的重要证人 不但如此 我们还猜测出 傅忠德跟这个案子 也脱不了关系 我拜托你们别分析了 快点走吧 三位姑娘 与张五相约之事 你们没有告诉其他人吧 当然没有 难道我们连这点方方意识 都没有啊 如果张五所言属实 那他定会有危险 那按照不怪大人的意思 只要出现在渡口的人 就是凶手咯 哦 我并无此意 只觉得人命关天 需得多加防范才是 怎么 你们几位姑娘也在这儿 哦 我们几个约了朋友 在这里见面 半路易道不快大人 傅伯伯 你来这儿干什么 哦 夫人 身体略有不适 我是来送她上船的 傅夫人生病了吧 哦 没有大碍 那你们是一大早出门的吗 我亲眼看到一大早 你们的马车就走了 我们这走路的人都到了 你们怎么刚到啊 我家老爷想在此 多耽搁一会儿 莫非也犯了法 不快大人都没有说话 姑娘又何必咄咄逼人呢 怎么你的手受伤了 哦 哦 方才老爷亲自为夫人颁行礼 没想香脚上有块翘起的铜皮 割伤了老爷 傅老爷要小心啊 啊 几位姑娘 告辞了 最后一班舵船都到了 张武怎么还没来啊 有人坐马车吗 哎 坐马车吗姑娘 哎 哎 姑娘 坐马车吗 坐我这辆吧 不坐不坐 走 现在不要没关系 等您要的时候叫我就行了 说了不坐 真烦 哎 快船来了 不 扔过来 来 哎 都听好了 官府办案 需要搜查此船 请在此配合等候 能不能走啊 能不能走啊 你来干什么 找人 哎 有死人 有死人 有死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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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烦 真烦 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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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 快 快 快 靠得不转跑啊 果然是张武 退后 又是软木森 和周顾森的司法一样 来人呢 在 在 把尸首带回去 是 你逃魂出来 除了这金针 还带着玉佩 我想此人在你心中 一定很重要 傅老爷 这是你的吧 是我的 但是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遗失了 是你杀了张武 是你杀了周顾森 被张武看到你行刑的过程 所以已经杀了张武 尚夫 尚夫 你冷静点 我们没有证据啊 傅老爷 你这样的说字 未免有些牵强了 你从来就不相信我说的任何一句话 那你能解释清楚吗 无能为力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只能把你当嫌犯给积压了 报应 你这是天意呀 你们不能抓我爹 我爹不会杀人的 好 你抓吧 你全都抓走 连我一块也抓走 你就这么恨这个家吗 你这个不孝的逆子 爷爷 不要拦他 我认罪 我是凶手 爹 周顾森是我杀的 张武也是我杀的 快带我走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的话 赶快带我走 原来 你们是一家人啊 你难道就不想救你爹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爹根本就不是兄弟 为什么你跟你家的关系这么紧张 你别开私矿啊 你爹这么疼奄奄 却把他嫁给钟补三 为什么 你不要问他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快带我走吧 诸位 我一定会禁令侦破此案 你们都是本案的重要证人 听审之日还需要各位到场 请吧 请吧 我们都错了 护燕燕的秦郎不是吴王 那是谁啊 是张武 谁遇见这事都会受不了的 更何况是傅小姐的 我觉得这事没有那么简单 傅仲德好像有什么把柄 在给你凶手 而且这个凶手 还知道傅仲德会为他顶罪 上官大小姐啊 不就是个张武吗 至于吗 你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 我正在跟你说话呢 不好了 小姐 不好了 小姐 夫人也被衙门给抓了 什么 小姐 我刚一接到夫人就奔了衙门 受到衙门拆关的搜查 在夫人的行李中 搜到了和刺杀周步三一样的软木塞 夫人根本不知道何时有此物 衙门当下就把夫人给抓了 关进了大牢 小姐 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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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糊涂 为什么留你们在我们家 周步三的案子未结 害得我全家入狱 你们走吧 傅小姐 我们也想早点结案呢 傅小姐 走 你们全给我走 走 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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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别哭了 傅小姐 傅小姐 你在干什么呀 我们来张无家是干什么的呀 不是找线索吗 找线索是一方面 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 是另一方面 欧琪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 我没心没肺吗 我现在这样就是养心养肺养足精神 为明天缠案做准备 我看呀 咱们今儿就住这儿吧 什么人 你 你是什么人 谁派你来的 快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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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夜暗回楼的掌柜 误会 对 我们是张无家的远房亲戚 原来如此 我是看他屋里有人 觉得奇怪才过来看看 张无在这儿干了十年兢兢业业 怎么遭此横祸呀 这十年当中 张无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吗 没有 我一向以为张无无亲无故 十年来从没见人来探望过他 这不想添补点银子都不知道给谁 银子就免了 不知掌柜可否让我们借助几日 等我们料理完张无的后事再走 行 有何需要到前院指应一声 有劳掌柜了 不送了 好好好 慢走 怎么样 打听到了吗 我问过了三家邻居 人家都说这张无不是去酒楼 就是在家待着 从来不跟人交往 也没人了解他 真奇怪 我觉得张无很像一个人 谁啊 李济 李济 欧琪 我们连李济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 你怎么知道很像啊 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是说他们的行为很像 这儿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却又不了解他们 我这脑子实在是跟不上你的转速 我说这大侦探是不是 都有点精神不正常啊 跳跃太快 我心里有数但说不明白 你也不用说了 我不想听 我们啊 还是要尽快找到好家童和内建宝物 我这个人很瞎碍的 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我一再提醒你 不要习惯性地去多管闲事 可你呢 不但不听 反而每次都让我们不知不觉地牵扯进来 我觉得 你才是真正的凶手 好家童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逃不了关系 你 我不是想要聚会 你还没带来 你也不太想要聚会 你也不不得调毁 我不得调毁 你也不得调毁 居民众 账务的账单 就连买针线缝衣服都记在上面 你说他这么本分的一个人 怎么也逃不过被杀害的命运呢 苏大姐 你又去哪儿啊 郁闷了 出去走走 姑娘 买个斗笠吧 老家 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伙杂耍艺人啊 姑娘 你说的不会是叉叉惨奇的马车吧 姑娘 不是那辆吗 你看 姑娘 你买一个斗笠吧 买一个吧 好 谢谢 谢谢 生长 本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xas 大 tecnologia 你在干什么 欧琪 你在找什么 不知道 等我找到了才知道 这张纸明显笔周围的纸心 像是刚胡上去的 你别乱动张武的东西 大小姐 我不动怎么查啊 我透视啊 又是这个符号 怎么在这里也会出现 你怎么来了 好 傅小姐 你们全家一个个跟闷葫芦似的 你知道当葫芦有什么下场吗 就是被人切开了 捏碎了 煮了吃了 傅小姐 是你 看来我说的没错 张武就是他的情郎 你那天非得说我胡扯 我这儿也有要东西 是郝家童的手表 你找到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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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